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Vinder 今天是个提前试读 是个台湾还在预约中 但不知道会不会上架的 幻想名将传 该游戏在中国叫做幻将三国 开发商是中国的龙雀科技 并没有主要的发行商 游戏是属于广告字录下载的那一种 台湾的代理是Finger Game 旗下并没有特别有名的作品 近期代理的游戏是 在今年1月22号上架 由安心雅代言的《圣树换歌》 该作品的开发商是中国的 心爱游戏 但该款游戏在设计跟玩法上 都明显致敬了同行前辈 鉴于远真 又因为是艺人代言 所以现在凉凉了也不是很意外 而幻想名将传 游戏的玩法就是常见的卡牌放置养成 之前也介绍过蛮多款类似的游戏 大体上除了美术不同外 都是同个玩法模式下去换笔 所以就不浪费各位时间赘述了 不过有人喜好这类游戏 单纯是看美术角色丽绘喜喜不喜欢 内容好不好玩就不是重点了 但这款游戏毕竟不是大常制作 又很明显的是幻屏割草的作品 游戏上可能会比较没有保障 可能会突然爆死 但你如果就是喜欢玩这类美术加三国放置题材的 有一款高配的版本 又或者说是被抄袭的原版 三国志幻想大陆 开发商是中国的灵溪护鱼 游戏在2020年上架 日版是在今年的4月9号上架 台版目前还没有消息 到时候就看阿里巴巴旗下的 剪阅、青岛护鱼等 谁会负责代理了 游戏的美术、例会、音乐也都不错 角色的时装也不少 玩法上比之前上架的放四五零讲话不少 不过整体评价看下来 后期的策划也是令人蛮担忧的 未来来台的话最好也是先观望一下 结论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游戏万里挑一 择其所爱 靓丽而克 最后来聊聊之前被沿上 鲁华的游戏 终末阵线 伊诺贝塔 于5月6号再次进行三档公测 在去年5月该游戏的神社美术设计 被指称与日本的晋国神社相似 角色华被代表是指华人 配音是知名声优 之前也因为参拜过靖国神社的事情被沿上 所以也被一起针对了 而关于靖国神社 很多人讲过 这边就不多提了 而该角色使用的武器 是八番神功 八番可代表日本的天皇主神 跟神风特攻队的信仰有关联 而其中特攻的飞机外型配色 也被抓出来比对 游戏中活动的道具是因缘木 关于缘木也在我因中被沿上过 感兴趣的可以再自行去研究 总之游戏因为太多元素碰在一起 让中国不少玩家觉得这是鲁华魅力的游戏 至于当时的开发上是真想这样故意操作拉热度 还是单纯没注意到被有心人抓到后往死底打 就不得而知了 而最近重新上架后 当然又是被继续抓着喷 总之 只要触碰到某些人的敏感神经 就会被放大检视 也不知道是不是墙内的生活太压抑 很多事情都能找到理由出征 扯远了 总之小粉红就交给波特王去对付就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点赞 2 2 3 4 5 4 感谢观看